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都想跟大家來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有一個限時的優惠 如果大家由即日起 去到今年12月11日 只要加入賭博大學生的這個會員計劃 只要你加入一次 無論你之後有沒有取消都好 都可以即時加入我們賭博研究所 VIP最新的群組 這個群組是永久的 只要你加入賭博大學生一次 在期限之內 即是今天起到今年12月11日 之前你加入了 無論你之後取消都好 你都可以是說 永久加入到我們賭博研究所的 這個VIP群組 這個群組 我們都會發佈一些賽馬的重要資訊 還有就是增加和大家交流和互動的機會 大家可以直接找到大家 直接就聊到話 講到話的了 這個是一個限時的優惠 這個限時優惠是一個價錢 永久加入的 永久加入的 絕對不會是因為你之後取消 就踢走你的 只需要加入一次 就永久加入 所以大家在這段時間成為賭博大學生的話 可以直接找我們去拿回群組的連結 我們賭博研究所 VIP群組的連結 直接在這條連結 你按進去就找到我們了 跟我們說回你加入了 我們就會給你那個群組的連結 甚至說 你在YouTube的社群上面 只要你加入到大學生 都會找到那個群組的連結 大家直接按下去的連結 就可以入到我們那個群組了 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 繼續跟大家來講回 接下來12月10號星期日 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今次我們這個系列 就叫做獨贏及位置過關 3,7 和大家買過關 買回三關 而至於今次我們賣到的第一關 就會是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就是我們的三班 祖利A難 14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面 都叫做多馬 14馬的場合 在今場馬 其實有些馬 最近跑得不錯 跑了第一回來 好像這些3號的宜春火力 最近跑第一第二 成績叫做不錯 另外還有底的這隻 12號的滿寬少 這匹馬都不差 最近又是跑第一的 所以今場馬其實有兩匹馬 最近都能夠贏到馬 成績相當好的 叫做今場馬 最好近績那些 這兩隻馬最近贏了馬 接下來這場馬 值不值得來買呢 我們先和大家看看 看看這些 宜春火力 宜春火力 最近那些第一 其實老實說 他挺厲害的 因為都叫做 跑1400米 沙田組這三班 和接下來這場馬 一模一樣的路程班 和場地 而你再看這隻 宜春火力 上將賞 賀冥年是怎樣騎 你都會發現到 賀冥年站起來 真的騎得他挺好的 贏馬都贏得相當出色的 宜春火力 當時就是這隻 五號馬筆 黃衣紅帽 這筆馬就是他 紅色戰爪之外 大家可以看看他怎麼跑 頭段時間 他都跟在前面 在那些三四位 大約走著內蘭 甚至二碟感的位置 沿途不斷走 都是這樣跑 總之都是那罐跑法 去到轉 直路就盡早望空 再和這隻馬衝一段 你會留意到 這隻馬 當賀冥年 一找到位 和他看空 其實這隻馬 這隻馬 今場賀冥年都很賣力 因為有馬 其實是阻礙他 想封他 夾一夾 想夾他 但是賀冥年 不讓他夾 是故意再叫出去 在馬和馬之間 拿位再看空衝一段 當他一看空 這隻宜春火力 即時展開一個超強的後勁 張慈苗的對手 是完全講過的 你會見到 賀冥年 其實這隻馬 真的很賣力 最終就回來 贏到馬 贏後面那隻馬 都過幾馬位或以上 贏馬之態都誇張 你看到賀冥年上場 站得這麼努力 所以也值得他贏 這場馬 真的值得贏 對手都不弱 對著威之聲 潮州精神大紅袍 金槍武士 這些 這隻馬 其實很多隻 都會再出 就像威之聲 再出 潮州精神 再出 精算謀略 再出 還有今早更好 在未來一場 都會再出 即是有四匹馬 都會再出 而他曾經 又輸過給怡春火力 所以以馬 論馬的話 在未來一場 我覺得這隻 怡春火力 照道理 應該是說 能夠 秤高一點點 這隻馬是說 要秤先的 真的 跑分相同 路程班潮文場地 這隻馬 怎麼會不行呢 老實說 你看他的樣子 應該都行 這次還要排了 三檔 來跑 其實是挺好跑的 其實是挺好跑的 是吧 不過唯一一件事 這隻馬 這次條件這麼好 接下來這一場 就是 肯定要做熱滿 沒有賠率 你不是 不是他的意思 如果你不介意賠率 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是一隻 都不錯的選擇 來的 去到這些 十二號 滿歡笑 這樣 這批滿歡笑 事實上 最近那些第一 又是不差的 跑那些沙田 做的千四四班 又是贏到的 那項次在來的一場 他都是說有競爭力的 是吧 不過這些馬 今場馬 就是升班 來跑 由上場的四班 今次都升到 來的一場的三班 升一班 其實這些馬 雖然都是有競爭力 但是 都不知道 能不能夠在來的一場 應付到 一些升班的賽事 所以 始終這隻馬 今次都是說 有些未知之數 所以今場馬 其實我覺得 這組馬 都算是蠻混亂的 所以 在今場 這些亂局場合 上 其實 我就想搏懶 來試一試 一些懶馬 至於 今次我們搏的懶馬 是哪一隻呢 其實 就想搏 由莫雷拉奇 的十號 喜智寶 來買回來 為什麼今次會搏它呢 我們先來看 喜智寶 那個彩職 先 這批喜智寶 好啦 其實在今季 就跑了三場 三場賽事 三場都是跑跑 你儲了1200米的三番賽事 而做到出來的成績 就是一個第一 一個第四 一個第三 這隻馬 其實經常叫做 是說 跑近的 我覺得 連續幾次跑起來 都說不差的 所以 來近這場 其實可以是說 駁回莫雷拉這些馬 而不是說 那些 贏過馬的馬匹 這隻馬 雖然最近跑過第三 但是真的不差的 我們可以看看 喜智寶 上場是怎樣發揮 喜智寶 上場就是這裏的 三號馬匹 黃衫紅帽 這匹馬 就是他 紅色戰爪 至於左 大家可以看看 上場的何制堯 如何發揮 頭電時間 這隻喜智寶 都留了後來跑 大家可以看到 都留在七百位 左右的位置 相對來說 都比較被動 沿途都敢跑 沿途都敢跑 沿途都敢走 之後去到轉彎 入直路 這隻馬 就是說 在裡面 看空再衝一段 當這隻馬 一看空到的時間 你會看到 他都交到一個 很強的後勁 給你看到 都是說 能夠殺到 上來 跑近 跑到第三 所以我覺得 這些喜智寶 最近 都叫做 挺有表現 挺有狀態 甚至之前的第四 也是 他也是 能夠 在被動位置 11 12 這樣 實力 上來跑第四 所以 這隻馬 其實我覺得 今季都挺有狀態 接下來的這場馬 跑回這三班賽事 我覺得他應該是說 能夠應付到的 雖然說 這隻馬 就是說 要轉去跑 沙田和珍晴 還要排著 十三檔 劣檔 看似 很難跑 看似 不是很容易應付 但是 詳細看過這匹馬之後 發現到這隻馬 其實他 應該都是說 有1400米的長力 至於 十三檔 其實我認為 絕對可以是 劣檔 換賠率 更直 因為 我認為這些 檔位 其實這隻馬 絕對是能夠克服到的 你看看 其實今季 他就算跑跑馬 跑馬 這些場地 他排著十檔 都能夠最終衝 衝回第四 跑馬 都行 其實跑沙田 應該是說 劣檔就更加沒有問題 是吧 劣檔就是 影響更小 所以今次 就算 即使 他排著 劣檔 來跑都好 我覺得這隻馬 都能夠應付到 更何況今次 是放莫雷拉 上去 莫雷拉走位 都厲害 莫雷拉 都是冠軍騎士 莫雷拉 都熟習香港的場地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了 莫雷拉 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騎士 所以 今次放到莫雷拉 我覺得這隻馬 是挺值得來買的 十三檔 照換賠率去買 我覺得 薄欄薄 薄欄薄 莫雷拉的馬是挺值得的 還有 再加上 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仔細點 留意這隻喜智堡 最近的操練 這隻馬 今次是故意想重化 來做操練 才是再出來 跑 以及放莫雷拉 這隻馬 今次操練是特別的 是故意想重化 這隻馬 不是 製製都想重化 你留意 這隻馬 上將有沒有想重化 沒有想重化 這隻馬 上將沒有想重化 沒有想的 再之前 報紋騎那將 沒有想重化 哪將有想重化呢 就是 何摘瑤第一次 在今季騎那將 有想重化 看到嗎 這隻馬 貴初那場 賽前 是有想重化的 上重化之後 你看看 他成績是什麼 當時 就是跑過第一 是嗎 看到嗎 所以這隻馬 上重化 來操練 對他 是很大的幫助 這次 方家柏 這隻馬 特地 特地 在賽前 將這隻馬 安排上重化 之後 再給莫雷拉 來對騎 這個舉動 其實很明顯 就是想莫雷拉幫他贏 甚至是 可以說 方家柏 想益莫雷拉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這次由方家柏 給莫雷拉 來對騎的話 即是由莫雷拉 來對騎的話 其實 是幾值得來對買的 莫雷拉 經常幫到方家柏 去贏馬 這次還要打完王牌 所以我覺得 這些懶馬 是值得一搏的 這次 劣蕩就劣蕩 劣蕩 滿賠率 更加值得來對騎 所以我們每次選到馬匹 都想選回這隻十目的 喜智寶 來對騎難 先試一下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第二關 好 我們的第二關 這次會買到這場的第六場 就是我們的三班 草地A蘭 千百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 又是十四隻馬匹 非常之多馬的場合 在這場多馬的場合上 有些馬 最近跑得不錯 講的就是這隻 跑了兩個第一的 二號 安平 這匹馬 其實最近跑得幾強 兩個第一 基本上你都不能夠說這隻馬 差的 這隻馬是一隻未輸過的馬 在今季跑的沙田草 千百 二千米的三班賽事 都是說能夠跑得好 兩次都跑第一 還要兩次都劣蕩 你看回當時這隻馬的走位 這隻馬都叫做蝕著來跑 安平 當時就是這裏的那隻 紅衣白 沒有這匹馬 紅色戰爪指著左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當時是怎麼跑 因為他今場馬排著劣代的關係 頭轉時間被人頂 頂著四疊五疊 這樣位置 蝕得非常之膠關 沿途不斷走 不斷地蝕 去到轉彎入直路 還要在一個 闊彎這樣轉出去 是吧 轉到差不多 七疊八疊 在望空衝一段 儘管這隻馬 今場馬蝕到這麼膠關都好 最後他仍然是能夠 殺到上來 跑到第一 贏到對手都完全沒有得跑 你看回他最後的贏馬姿態 打上來就有了 跑到對手真的 完完全全是沒有得跑 所以基本上 你都很難說 這隻安平最近的第一是差的 而且他最近的第一 還要是贏哪些對手 人家這隻安平 是贏到 同場再出的博財 常拼常勇 藤龍再燃 還有法財秘笈 還有魔戒 接下來再出的五匹馬 他都能夠贏得到 所以馬律馬的話 這隻安平在接下來的一場 絕對要稱高 絕對要稱線 接下來又再跑回 相同路程班次和場地 基本上 今季季初 他就是贏過 那些沙田草地 三百千八 贏過 接下來再跑 照計沒有問題 還要金匠馬牌 漂亮檔 二檔 這隻馬相當好跑 條件相當好 劣檔變好檔 所以這些馬 其實你都不能夠說他不行 只能夠說 來這一場馬 他熱 你買不買 說真的 這些馬 大家都知道他厲害 大家都知道他有料到 接下來這一場肯定做熱門 就是因為他 接下來這一場做熱門 我才不是說 那麼想買他 因為 在這場馬 其實我們真的看到 有些馬是抵駁的 懶馬是說可以一試的 有權挑戰到這隻安平的 所以就想駁來試一試其他馬 不要經常說 買死熱門 因為始終 有時候買馬 我們都要選一些懶馬 小駐來博大駐 而不是說 下下買熱門 這樣 那就沒什麼意思了 所以這場馬 這條過關 我們這一關 都是想選一些懶馬 來買的 至於選到的懶馬 是哪一隻呢 就是這隻 由莫雷拉騎 1號 非為僑恨 來買的 為什麼這次要選這隻馬呢 我們先來看這隻 非為僑恨 那個賽直線 這隻非為僑恨 今季的賠率都偏懶少少 43倍 比較懶少少賠率 這次我們就是貪這隻馬 夠懶 才說來買回它 我認為這匹馬 懶得來其實是挺抵薄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這隻 非為僑恨 上將那些第三 陳家希是怎樣騎 怎樣跑出來 先看實在 非為僑恨 上將排著三檔 這裏就是他 1號 黑衣黑帽 這匹馬 紅色戰爭 大家看實在 上將陳家希是怎樣騎 頭段時間 這隻馬 其實都足後來跑 在大約6-7位 這隻馬 這樣跑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沿途走 一直都在爛 甚至是二疊 但問題在於 其實這隻馬 去到轉馬直路的時候 其實是很遲法力 有些失車 才導致輸了 說真的 這隻馬 你看一下 去到最後 三百多米 其實非為僑恨 在馬群後面是失車的 很遲才看空 很遲才發力 你能看到這隻馬 真正是說 發力的時間 都要等一段時間 真的 去到這一刻 都未真正看空到 現在才是說真正看空到 真正有位 來讓他看空再衝 已經是說 只剩下百多米 最後一百多米 這隻馬 一打下去 就已經展現到 一個很強的後勁 不讓你看得到 就殺上來 跑第三 看得到 他初出 就已經能夠跑到第三 所以我覺得 這隻非為僑倖 其實是挺厲害 驟下的 因為上將他都叫做 在跑千四 跑千四 這隻馬 都跑到第三 很明顯就是 他在這班 都有威脅 在三班 他都很有威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隻馬 其實是 很需要熱身的馬 這隻馬 其實他在外地的時候 他都說 經常性 跑那些千四米賽事 來到他熱一熱身 這隻馬 其實是 上將很明顯是熱身的 熱身都跑到第三 這隻馬 在外國的時候 他就是要跑那些短途 千四 熱一熱身 才說 再跑長途 來到他贏馬 這隻馬 這隻馬 其實最佳路程 很明顯不是千四 他是千八以上的路程 他才是最佳 這隻馬 所以 看得到他上進 其實明顯是熱身的 熱身 也第三 我告訴你 他經常性 都要這樣 跑短途熱身 之後 再增程 去其他他適合的路程 而今次 看到他 真情 增程到千百米 來跑 其實我覺得非常合適 因為這隻馬 在外地贏馬 就正正贏千八 是很適合他跑 這隻馬 是比較適合跑長途的馬 因為他是長途血統的馬 所以這次跑千八 我覺得真是很合適 這次還要放到木雷 拉上去 其實這隻馬 真的要抓緊 雖然懶懶的 但要買的 排著六磅 他挺好跑 就留分後跑 這隻馬 一貫跑法 都是留後再衝一段 他在外地的時候 他留後再衝 爆炸力是很強的 所以這次 多馬的場合 他可以留後跑 中自營跑 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排著六檔 靈檔 所以跑法都挺彈性 挺適合他來發揮 所以整體形勢 我覺得這隻馬 OK的 真的不會是 信息給安平 論實力的話 這次還要放到 莫尼拉 對於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你會看到 這隻馬 上進陳家希騎的時候 都雞手雅腳 雞手雅腳 都第三 放到莫尼拉 這些 冠軍任馬上去 這隻馬 可以跑到不同樣子 尤其是 增長懲罰 1800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妨試一試 他 所以我們會選擇 莫尼拉 方家帕 這個組合的 1號 非為僥倖 好了 講完 過關的頭兩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第三關 這次我們買到的第三關 就是這場的第九場 這場第九場 就是我們的三班 草尼拉 1200米的賽事 這場馬 又是多馬 14隻馬的場合 而這場馬 有些馬 最近又是跑得好 又是跑到第一 好像這些精算步說 最近跑到第一 這些標之銀河 最近又是跑過第一 兩隻馬 成績都很好 接下來我們又買不買它 其實這場馬 簡簡單單 沒有買到這些馬 為什麼不買呢 因為這場馬 其實有另一匹馬 原來就是有個騎士很重視它 所以我覺得 是必須買回來 講的是哪一隻 講的是這隻 5號的 美麗第一 這匹美麗第一 這次潘頓是很重視它 講到明 潘頓是非常重視 這匹美麗第一 潘頓和韋達兩人 都很重視它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是要買的 因為它近仗 表現都不差 這隻馬其實在今季 都越來越進步 第五、第二 這樣上 最近 那個第二 純粹是被人追趕過 我們可以看看潘頓 上將是怎樣騎 上張10倍 雖然冷冷的 但我覺得這些馬 你不要少看 上將有13趟 這裡就是它 美麗是彩衣的 粉紅袖白 沒有這匹馬 紅色戰爪只要左 大家看看它是怎樣跑 上場這隻馬 排著13檔 烈檔 所以它搶出來 是比較吃力的 大家看得到 13檔 搶出來比較吃力 有馬就頂它 所以這兩隻馬 其實一開始都拍著 來燒 這隻 美麗第一 都要給多幾步 真的給多幾步 好幾步 才是能夠搶到錢 所以你會看到 這場馬 都是多快馬走的場合 這隻馬 又要不斷比 所以你會看到 步速都是偏快 快了 這場馬 比標準時間 是快 快步速 其實 所以導致了 到最終 是好來追 真的很來追 這場很多後想馬 都追到上來 連第一名那隻馬 都不例外 都是後想殺上來 大家看看 這裡的一隻 頭馬 都是後想殺上來 所以這場馬 根本就是一場 極力追的賽事 而這隻 美麗第一 吃著快步速 最後都能夠頂到 第二 頂到第二 拋後面的對手 來進去 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隻 美麗第一 絕對都不差 這隻馬 根本就不是一隻 差的馬 其實是一隻 挺好的血統 有回到差不多質素的馬 這些馬和副系馬 都是永遠美麗的 馬主都是看實個種來買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 其實質素不差 潘頓這次這麼重視 和韋達兩人 不斷親操他 所以我覺得都值得留意 賽前更加試分貨集 11月28日 由潘頓親自試過千二位集 這貨集 他也跑過第二 又是入到Q 成績不差 然後再由潘頓來騎 潘頓今場馬 其實就是 棄騎了這些實力馬 精算暴雪 上陣都是他贏的 棄騎了這些實力馬 都來到他選這隻 美麗第一 他都特意很重視他選馬 來騎 打小黃牌 我覺得隨時是 想靠潘頓普中 所以今場馬 我們會選的馬匹 都選這隻 5號的 美麗第一 來示範 好 講完我們過關 買到哪三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們投注策略怎麼買呢 就買回 獨贏及位置 過關三川七這個彩池 用回這個彩池去買回我們這三關 就可以了 今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分他們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會成錢 我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